近日恰逢6万CP在一起半年 郭浩然和李婉倩纷纷发布记录这个特殊的日子 双双爷爷再度给网友们撒了一把糖 不知不觉他俩已经在一起半年了 时间过得还挺快的 从郭浩然的文案里我们能感受到他和 李婉倩确实是奔着好好走下去的目标而去的 当时节目播出时 李婉倩和郭浩然之间的关系大起大落 不知道是因为节目剪辑还是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位女四金家月 多角关系错综复杂 好在虽然过程复杂 但节目收官时他俩还是牵手了 牵手以后他们也经常在社交平台秀恩爱十分甜蜜 在恋爱半年之际郭浩然还将李婉倩带回家过年了 可见郭浩然已经正式将李婉倩介绍给自己的父母了 这对于他俩的关系来说无疑是一个大进展 李婉倩作为网红他和郭浩然的这段关系备受关注 看到他俩如今如此爱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 总算没有让喜欢他们的人失望 从郭浩然此次分享中我们可以知道 李婉倩先跟着郭浩然自驾回他家玩了一圈 然后李婉倩才坐车回了自己的家 二人分别之际 小情侣之间的依依不舍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们如今的感情已经越发深厚 即使是分别一举一动都尽现甜蜜 节目里节目外 关于质疑郭浩然不够喜欢李婉倩的言论有很多 要么说他看向李婉倩的眼神里没有爱 那么说他面对李婉倩的时候没有耐心 其实大多数言论都是捕风捉影 事实证明大家都过度猜测了 他俩如今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可比我们想象中的甜多了 从恋中节目里牵手在节目结束后还能相处半年 6万CP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和喜欢 这不比那些离开节目就 分道扬镳的恋宗 CP好磕多了 从恋宗节目里牵手成功并且 进入到现实的恋宗 CP并不多 人气较高的就奇闻 CP名校CP 嘎啦啦能量 CP以及沉默CP这几对 如今6万CP和预言CP也算是扩充了这 这队伍 让喜欢课堂的网友有了更多的可以磕的对象 其实影响一段关系是否 能进行下去的因素有很多除了要真心对待以外 还要看两个人有没有缘分等等